我覺得現在傳出陳時中部長有可能去選桃園市 你這樣有覺得鬆一口氣的感覺 這是民進黨內的家務事,應該由他們去評估 那你有把陳建仁或是陳時中當作假想題來評估過 任何想要為台北市服務的人都是優秀的人選 會覺得國民黨在台北市的提名應該要加速進度嗎? 我想黨中央會有完整的評估跟規劃 已經有來徵詢過你的意願了嗎? 現在我就是好好把分類的工作做好 陳時中、黃山山或是等於說其他人你會覺得哪一個人對你壓力比較大? 民眾希望看到的就是大家在各自的崗位把工作做好 我想這個是最重要的 那現在大局為中一律百打的國人會不會擔心國民黨被變成? 立法院馬上要開議,我們今天也準備要開立法事務研討會 就是對於接下來這個會期開議之後 有非常多重要的議題需要在立法院持續的監督 包括像昨天我在臉書上有提到 染疫者、康復者後續的照顧 包括官方指引、染疫康復者、整合門診等等 我持續推動了六年,終於看到具體的落實 所以接下來這個會期我會持續追蹤相關政策的成效 好,你怎麼看說胡思堯委員就是說 您準備選市長已經準備了五年了 那什麼時候會宣布呢? 民眾希望看到的真的是大家在各自的崗位上好好做事 就像我說的包括前天還有昨天我對於很多我持續在立法院推動的一些政策 包括後疫情時代對於染疫康復者的照顧等等 在這當中包括我提出質詢、開線上的記者會、還有提案 終於看到一些具體的落實 我想這些都會持續來做 那現階段大家就是把工作做好 這是民眾期待的 我們看到記者落實是一個樹冠會讓你宣布嗎? 還有很多的事情要關注 包括食安的議題 接下來我在衛環委員會也會針對輔導五線式進口的食品 怎麼樣嚴格的把關加強標示 我想這些都是在基層很多民眾持續在跟我反映的事 有人說現在被戰台北市好像有傳說延覽一些資深的幕僚 是不是有這件事? 我擔任理事長的跨領域創新協會 預計在三月份會舉辦相關公共政策的議題 以及跨領域新創的活動 那非常歡迎各界的夥伴一起來參與協助推動 好,謝謝我們要開會了 謝謝